烏森 很QQ欸 豬腳也是一定要吃的 不要錯過 好的 我們先來喝喝看湯頭 哇哦 如果你有絕對味蕾的話 你絕對猜得到裡面有哪些食材 因為光我這樣子喝 我就已經喝得到芋頭的香氣 然後有一個紅棗呈現出來的甜味 還有烏森本身那個鮮味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鈴 首先葉玲 時間真的是過得非常快 又到了年底 過完聖誕節 過完跨年以後呢 接下來有個重大的節日 就是農曆新年 那通常這個時候呢 有很多家庭主婦啊 媽媽們啊 都會很忙很忙 因為要開始準備年菜 那我們一樣按照慣例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推薦 好吃的年菜組合給大家 登登 沒錯 就是王鼎集團推出的 中式藤龍豐豪年菜宴 這個名字取得很好 因為即將就是龍年了 這個年菜組只有在MOMO獨家販售哦 我有看到很厲害 光這個佛跳牆就超級強 而且還有一個薰鴨胸啊 是有得過獎的 好的 因為我的畫面實在是塞爆了 我想說呢 就一一開箱 介紹給大家看看 裡面的內容有哪些 第一個 我們就先來開箱 浮滿烏森薄跳牆 我非常喜歡這次的包裝設計 不覺得整體來講非常的喜氣嗎 然後你看它這一箱 超級大份的 聽說裡面呢 有各式各樣薄跳牆的食材 首先我看到的是有肉包 這個肉包的肉量也是蠻多的 有看到排骨酥 然後有豬腳 然後還有這個豬背 然後還有豬肚 再來還有蔬菜包 哇 這個蔬菜包的料是很豐富的 有看到好多塊我好喜歡的芋頭 然後有紅爪 還有栗子 栗子也是超完整一顆的 然後也有香菇 哇 蒜頭也是好完整哦 這樣煮出來的湯頭就會非常的香 然後還有白鱗之菇 然後再來就是烏森 哇 很有沉密耶 中南美洲翠坦的烏森 烏森就是一個超級頂級的食材 最後就是有三大包的湯包 哇 這個也是有滿滿的精華在裡面哦 而且小便你有發現嗎 我覺得它非常貼心 就是它有分包處理了 所以每個食材都可以保留它最佳的口感 第二道是先烤醬汁龍虎般 因為龍年就是要吃龍虎般 平常我們開箱年菜組 頂多就是鱸魚或是鯛魚 用這個魚不就很貴嗎 而且你看它超級大條的 700克足重耶 你看它的長度已經超越我的手臂了 天啊 這也太長了吧 真的超級大隻的 它裡面就會附這個一小包的那個醬汁 等一下呢 淋在魚肉上面就可以了 剛剛我們不是有提到 有一個年菜是有得獎的嗎 就是這個 頂級桃木薰鴨胸 這道真的厲害了 它是今年有出國比賽得獎回來的 可以說是食品界的米其林 這道菜呢 它就是榮獲了 2023年豐位絕佳獎賞最高等級三星認證 你知道要得到三星認證很不容易耶 因為其實每年都會由世界各國 來自200位的民主 一起評選出豐位最佳 品質最棒的商品 然後你的分數要高於90% 才可以評選為三星等級 是不是很厲害 表示這道菜已經是十全十美了 那這個有兩種烹調方式 如果我們不想這麼費工 你可以直接當作冷盤來吃 或是用油煎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跟你們分享 第四個要開箱的就是 醬威紅燒獅子頭 而且一講到獅子頭啊 你不覺得它就是台灣版頭 或是年菜的常客嗎 哇好大顆喔 我覺得大概是我的唇頭的大小耶 再來第五道 這個呢也是常客 它就是東港櫻花蝦米糕 我有發現有一點它真的做得很貼心 因為一般呢 我們之前開箱過的一些米糕啊 它這個櫻花蝦呢 跟米糕是加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拿去蒸的時候呢 你知道這個櫻花蝦就變得軟軟的 就吃不到櫻花蝦的口感 欸我覺得它這樣分開裝很棒的就是 等一下你可以拿這個櫻花蝦去乾炒一下 它就會脆脆的口感了 對連這個小細節也可以幫你注意到 真的不愧是王品耶 最後一道 這個也是頂級料理 元氣人參燉雞湯 聽到人參 哇我就好想喝了 好大隻喔 嗚喔很重耶 這個聽說有一斤重 接近兩斤喔 我現在好像有聞到一點點 那個人參的味道了對不對 對好像有點那個酒香氣 是這個感覺也是真材實料的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試喝了 好等一下一樣也是先加熱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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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很開心耶 要不是已經是辦現成品 其實你知道家庭主婦們 都是要前一天晚上廢料 然後隔天還要花可能四到五個小時才煮完這一桌的菜 你知道我們這樣子喔 才花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就完成了耶 那麼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吃好了 我覺得可以先吃烏森佛跳橋 因為這個最厲害 很多媽媽們很愛這一道菜 但是又最討厭它 因為它的前置作業非常的繁瑣 因為其實這一道菜要根據不同的食材特性去油煎 腌制再來蒸煮 所以媽媽們喔 光要處理這道菜 哇就要花一整天了 既然都可以直接上網訂購 然後買來直接加熱後吃 欸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剛剛煮的時候 你知道它整個香氣一直沖上來耶 特別是那個芋頭的香氣 哇沒有想到現在在家就可以吃到佛跳橋 我覺得太幸福了 它的湯頭上面其實有浮一層油耶 還有那個膠質有沒有 慢慢的精華在上面 烏森很Q欸 豬腳也是一定要吃的不要錯過 好的我們先來喝喝看湯頭 哇喔 如果你有絕對味蕾的話 你絕對猜得到裡面有哪些食材 因為光我這樣子喝喔 我就已經喝得到芋頭的香氣 然後有一個紅棗呈現出來的一個甜味 還有烏森本身那個鮮味啊 整個有滲透進去 以及豬腳的油脂 其實你這樣子喝下去喔 你可以當在護唇膏欸 你整個嘴唇變成油亮油亮的了 我試試看我最期待的這個烏森很Q 我的筷子都快要夾不動那種喔 好Q喔 以前我有吃過那種超級綿的烏森 喔吃多了會覺得有點耳膩的感覺 但這個Q彈的口感我很喜歡 我覺得年輕人會喜歡吃那種烏森 是帶Q勁的 終於知道為什麼這道菜 在榮品能熱銷超過萬中了 我想試試看排骨 它這個應該是不帶骨的 它那邊排骨也煮的好軟嫩喔 欸小貝你覺得這個1到10分你給幾分 我給9分 那我給12分 哈哈 一分已經超出我 預期好喝很多很多 好接下來下一道我們趕緊來吃龍虎飯好不好 因為這個剛蒸上來我覺得趁熱吃會比較好吃 然後上面的那個蔥絲啊辣椒是我們自己加上去的 其實也是為了擺盤啦 我覺得吃飯也是有儀式感 所以我們把它弄得漂漂亮亮了 這樣子吃著呢心情也會跟著好 這個魚呢其實也是很多家庭主婦們很害怕的一道料理 光挑選魚啊你就要先一大早去菜市場 找到最新鮮最喜歡的魚種 如果不會挑魚的像我這種 直接上網訂有沒有 他就幫你挑選好最新鮮的魚送過來 而且王品他們家的魚也是特別大尾的 其實新鮮的魚才敢用蒸的欸 可見他這個肉質一定很鮮嫩 聽說龍虎飯的皮也是超級無力Q的 而且我很喜歡吃龍虎飯是因為呢 他有豐富的蛋白質 所以我覺得在健身的人應該會很喜歡欸 他的嫩中帶彈性的 老人家跟小朋友也會很喜歡 是因為他沒有很多那個小氣質 重點是你不用再去調那個醬汁了 直接淋上去有沒有 第一道第二道端出來就已經很氣派了耶 吃完魚肉以後呢我們來吃這個熏鴨肉 來看一下我們擺盤是不是很可愛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劃粉 因為他其實有兩種烹調方式 有一個是直接用冷盤的方式 切片上桌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呢是你可以乾煎它 就是把它那個皮呢煎到有一點好像恰恰這樣子的 剛剛我在切的時候我發現它超級香 有一個煙燻的香氣 因為它是用日本桃木熏制的 而且這個鴨肉呢聽說是來自雲林的土飯鴨 竟然是食品界米其林最高等級三星認證的熏鴨 我們就不要錯過乾淨來試試看好不好 你有看到它那個肉質粉嫩粉嫩 然後整個皮還是有點油亮油亮的齁 好先試試看冷盤的 等一下再試試看乾煎的口味如何齁 雖然它是鴨胸肉 但是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柴 它是有咬勁的嫩度喔 對而且它的油脂啊非常的夠 它那個用冷盤處理的鴨皮好Q喔 試試看這個用乾煎的齁 好香喔 它那皮很像那個港式燒辣的那種香氣耶 因為有感覺那個乾煎的方式 可以把那個燻香味帶出來 先試試看再說 乾煎的好好的 雖然說冷盤很方便 但是乾煎的那個香氣層次又更提升了 終於知道為什麼它可以成為食品界的米其林了 接下來有兩道呢 我們剛才有說它就是那個百多的常客嘛 我們先吃吃看獅子頭好了 其實這個獅子頭的擺盤啊 是我們自己擺的 因為它本來是沒有附娃娃菜 大家喜歡怎麼擺就隨意啦 其實這個更方便耶 可以用隔水加熱或是用電鍋煮就可以了 聽說它用的是台灣的豬後腿肉 那我就先吃一半試試看好了 每一口都彈牙多汁耶 而且我有吃到那個壁脊有點脆脆的口感 我覺得獅子頭就是要加壁脊 或是水定會那種脆脆的口感帶出來 這個獅子頭也好好吃 整個肉香味都有 這個櫻花蝦米糕我覺得用料也是超級實在的 我覺得簡單的拌開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啊這個香菇、蝦米、魷魚都有耶 然後上面好多的櫻花蝦 每一邊都有料 而且我跟你講小時候我們要吃這一道啊 一定要眼明手快 一定要把上面櫻花蝦全部都搖走 喔對 因為大家都喜歡吃櫻花蝦耶 它這樣分開包裝真的覺得太貼心了 因為櫻花蝦另外乾煎喔 喔那個香氣才有喔 好我試試看喔 有脆度那個櫻花蝦 就是要這樣子特別乾淨 這一道也是很香 它的香也是很多層次 像有香菇的香 櫻花蝦的香 魷魚的香 還有蝦米的香 香香香香香 最後一道要來喝湯了 這個人生燉雞湯 剛剛在燉煮的時候呢 我也是肚子餓了 因為它整個人生的香氣呢 會慢慢的滲透出來 然後整個房間都是那個人生的味道 它不只是雞高湯喔 它有用豬腳下去熬煮的 所以小朋友有沒有看到 它上面有福氣層好像膠質的東西和油脂 這一碗除了放人生之外 它有那個鹿龍酒嘛對不對 對 酒香氣 嗯 它還是既順口又乾醇的一個味道耶 它這個人生的香氣呢 也是一個很溫和的存在 對 因為通常這一道菜啊 都是到最後尾段的時候要讓你收尾的 而且這個湯頭也是每一口都有那個膠感 然後它會抿嘴的喔 就是你這樣抿一下 可以當護唇油了 那雞肉也來試試看喔 你看它已經燉煮到骨肉分離了 這個熬煮一個小時就可以上桌了 這個豬腳也下來試試看 真的每一口都有那個膠感 我現在整個舌頭跟牙齒啊 都有一種黏黏的那種口感啊 哇 這樣子吃六道下來 最後一道用湯來做收尾真的翹到好處 哇 王品就是王品 果然沒有讓我這個小粉絲失望 因為我真的很常到王品旗下的菜飲品牌去用餐 吃完這一桌的年菜煮啊 我有發現兩道料理讓我印象超深刻 第一個就是烏森薄跳槍 烏森薄跳槍的湯頭我太喜歡了 因為食材下得足的話呢 整個湯頭的精華才可以逼出來 再有覺得桃木薰鴨肉不愧是得獎的 它不管是品質啊 味道都很厲害 都是有達到得獎的水準 而且很建議大家可以用桿尖的 我真的覺得桿尖它那個香氣很不一樣耶 因為它都是大菜 所以我會建議啊 如果是家裡重要長輩要來啊 我覺得就這一組是最好的 所以看完這一集有興趣的薯粉呢 可以上MOMO官網去預購啦 那我會把更多的相關資訊連結呢 放到影片底下的說明欄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囉 那我要在這邊先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萬事主義 那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把按讚跟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再見囉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